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民警赶到现场之后 发现被杀的人岁数不大 也就二十多岁 脖子 胸部一共中了十几刀 尤其是颈部就脖子上中了三刀 这是致命伤 法医对尸体进行尸检的时候 意外的发现 这被害人竟然还怀有身孕 小肚子已经微微隆起来了 看上去得有三个来月的身孕了 很显然凶手对这受害人是有深仇大恨的 就是想杀死他 通过了解 民警得知死者叫杨清华 是玉龙县九河村村民 当时是二十五岁 结婚刚半年多 死的这村子 就是他娘家的村子呀 怎么就被人杀死在娘家了呢 凶手是谁呀 这案发的时候啊 有一个目击证人 目击证人就是死者杨清华的闺蜜 当时呢 这闺蜜跟杨清华 想着出去上街上吃碗米粉去 有说有笑的往前走 突然身子后边窜出一人来 对着杨清华一顿猛砍 直到杨清华躺到地上 弃绝身亡 这闺蜜认识这凶手 这凶手也是他们村子 叫赵树梁 赵树梁比杨清华小一岁 二十四岁 也没结婚 也没有正经行的 并且呀 这赵树梁还是杨清华的邻居 那这赵树梁跟杨清华 什么仇什么怨哪 为什么要杀死杨清华呀 现在当务之急 是要找到赵树梁 民警 首先来到赵树梁的家 可是他没在家 让家人打赵树梁电话 赵树梁手机关机了 难道说赵树梁 杀人之后已经逃跑了吗 警方啊 立刻派出警力 进行搜寻 进行追捕 一直到案发第二天 这警方还没找着他呢 他的家人联系民警了 说赵树梁想要投案自首 于是赵树梁被顺利逮捕了 在审讯室里面 赵树梁就跟民警说 杨清华是我杀死的 民警问他 为什么要杀死他呀 知不知道他怀孕了 你们有什么仇恨 你们是什么关系呀 赵树梁说 我们俩是恋人的关系 我俩谈恋爱一年多了 这让巴安民警感到太吃惊了 相信听友们听到这也感觉吃惊 这杨清华怀着身孕呢 结了婚了 嫁给别人了 怎么 怎么就跟赵树梁成男女朋友了呢 赵树梁再三强调说 我没撒谎 我俩就是在谈恋爱 看来啊 这命案背后 还有这一段孽缘 赵树梁说 案发这天中午 他在家里边吃饭的时候 喝了半瓶酒 喝完了酒 晕晕乎乎 到街上溜达去 正好看见俩女的 向他走了过来 这两个女人 其中有一个 就是杨清华 他看见杨清华 只顾着跟闺蜜聊天 对他呢 视而不见 火气苍冷就上来了 于是从后边追上来 直接把杨清华就杀死了 哎 这是赵树梁的说法 他这说法可信吗 喝完了酒 出来闲溜达 见着自己这女朋友 就因为女朋友 没搭理自己 上去捅人 你没事出来闲溜达 还带刀出来呀 为什么要杀死杨清华 在民警的再三追问之下 赵树梁才说 他觉得呀 被杨清华 被杨清华给骗了 不光是骗感情 钱也让他骗了 那既然杨清华骗了我了 我就要杀了他 我不管他是怀孕 还是没怀孕 那为什么说 又骗感情 又骗钱财呢 赵树梁说 08年到09年年底 他跟杨清华 一直在外边打工 那时候啊 他们俩就已经是男女朋友了 在外地打工的时候 两个人干脆 就在出租屋里面 同居在了一起 本来这段感情呢 还挺甜蜜 挺好 可到了09年年底 有一天 这杨清华回来之后 脸色就不太对劲 看上去啊 闷闷不乐的样子 这赵树梁一看 怎么回事啊 清华 啊 心里边不痛快啊 出什么事了 杨清华眼泪耍就下来了 一边哭着一边说 我有事了 出了大事了 赵树梁一听 怎么了 出什么事了 你说呀 杨清华呢 也不说 在赵树梁再三追问之下 这杨清华才说 我得要两万块钱 对于赵树梁来说 去哪找两万去啊 天文数字啊 他没有 也想不出办法有 拿不出来 可是看见杨清华哭得 死去活来的 赵树梁决定得棒棒的 借了一万多的高利贷 有了这一万多 那算是借了杨清华的 燃眉至极了 可是赵树梁这日子 可就不好过了呀 你得还人家钱的 据赵树梁说 其实啊 早在杨清华结婚之前 他就爱上杨清华了 杨清华呢 也喜欢他 俩人互相有感情 就是因为家人不同意 他们在一起 俩人才一起出下打工 某种程度上来说 这也算是私奔 赵树梁的父亲不是亲生父亲 是季父 他的季父不同意 他跟杨清华结婚 赵树梁也曾经跟季父表达过 我谁也不想娶 我就想娶杨清华 可是季父一口回绝 滚蛋啊 这事没商量 那季父不同意 两个人会就此分开吗 本来是恩爱的小情侣 怎么后来又发生了命案了呢 上期节目咱们说到了 本来这赵树梁跟杨清华 互相都有感情 挺好一对小情侣 不过呀 对于他们俩的婚事 赵树梁的季父并不同意 赵树梁季父说了 想着结婚啊 滚蛋这事 商量都别商量 没门 赵树梁从小跟季父长起来的 跟季父的关系一直也不好 从小到大有什么事 他都不求季父 季父说不同意 那他也不争取了 因为小时候 尝试过争取一下子 那连打带骂他 得收拾他一顿 所以这回赵树梁也不敢再争取了 就偷偷的到外边捅居了 因为赵树梁父母不同意 杨清华的父母就张罗着 给女儿接着找别的对象呗 毕竟在村子里面来说 女儿也算是老大不小的了 该找个对象 结婚生子了 其实他们也不同意 女儿跟赵树梁交往 人家不同意结婚 你还跟人家交往 有劲没劲呢 整得跟自己嫁不出去似的 很快就给杨清华 介绍了一个如意郎君 09年年底的时候 杨清华跟赵树梁说 我要嫁人了 对于赵树梁来说 这晴天霹雳啊 怎么咱俩同居的好好的 你就嫁人了呢 两万块钱 你这才给你没多久啊 钱没还我呢 人也跑了 杨清华说 咱们这么偷偷摸摸的 也不是办法 我早晚都得嫁人的 我想光明正大的 嫁给一个人 结婚好好过日子 你娶不了我 我就只能嫁给我爸妈 安排好的那个男的 赵树梁舍不得杨清华 但是他这个性格啊 又比较古怪啊 你舍不得你就表达出来 不表达 窝到心里边 表现出来的就是无所谓 我祝福你 其实呢 他满心的还是希望杨清华 能够主动的再回到自己怀抱 后来就等着呗 等杨清华回心转意呗 回心转意没等着 等着人订婚的消息了 给这赵树梁后悔的呀 我的女人哪 怎么一下子成了别人的女人了 这时候想要挽回了 这不晚了吗 哎 他不嫌晚 开始给杨清华打电话 发短信 杨清华呢 人有了结婚对象了 人就想着他的实时过日子了 甭管赵树梁再怎么找他 他也不理赵树梁了 订婚没多久 他就嫁了人了 得知自己的女人杨清华 终于是跟别人结了婚了 赵树梁这心里边乱极了 上班上什么班啊 上不下去了 开始沉迷赌博 把钱都赌光了 没钱的时候呢 就喝酒 还酗酒 借酒消愁 消完愁呢 就去歌舞厅唱歌跳舞去 就这样混来混去的日子 过了这么小半年吧 又出问题了 什么问题啊 别忘了之前他借的是高利贷 人家来跟他催债来了 限他一个月 还清欠款和利息 并且还跟他说了 要是再不还钱 后果自负 他找的呀 也是那种不太正规的小额信贷啊 这种公司 有的是办法收拾他 甚至要了他的小命 也不是完全不可能 既然那一万多块钱 是他给杨清华借的 赵树梁就想 我得告诉杨清华 咱们俩一起还 他觉得这应该没问题啊 于是把这难处告诉了杨清华了 杨清华呢 不理他这茬 这让赵树梁彻底火透了 怎么会这样的 啊 怎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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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给你借的钱 你现在不认了吗 尤其杨清华回娘家之后 经常在赵树梁眼门前晃悠着 一个村子的嘛 他也得知杨清华怀了孕了 他心里边就认为 这是杨清华故意回老家 跟我炫耀来的 至少赵树梁 感觉杨清华跟那个老公还挺幸福的 因为那男的对杨清华确实挺好 赵树梁看看人家老公 再看看自己 我跟人家比 我什么也不是啊 我什么也没有啊 哦 不对 不能说什么也没有 有一屁股债呢 越想越不是滋味啊 他知道每天中午 杨清华都会在他们家门口不远处的那街道上溜达 甚至每回见了这赵树梁 杨清华都装作不认识他似的 他接受不了 他要报复 所以案发那天故意喝了半瓶酒 喝完酒之后出了家门 碰见杨清华 杨清华还是不理他 如果杨清华理他 可能也就没有后边的案子了 就因为没理 这才掏出刀来 砍向了杨清华 他也不知道砍了多少刀 反正就把杨清华砍死了 回到家 拿了瓶安眠药 到家不远处的一处树林子里边 把那一瓶药就都吃了 吃完了就睡呗 以为就死过去了 结果嘿 睡得挺像 睡了一天 第二天又醒过来了 没死 醒过来当时人都很恍惚 甚至都不知道自己在哪呢 哎呀 清醒了好一会儿 拿出手机看了看 上边好些个未接来电 还看见家人给他发的短信 树梁啊 在哪啊 快自首吧 警察找你呢 所以他才联系家人 在家人的陪伴之下 到派出所自首 自首之后呢 把杀人经过 杀人原因都讲了出来 因为赵树梁杀人的时候 明知对方有身孕 还要继续作案 性质极其恶劣 影响极其恶劣 后果那必然非常严重 最终赵树梁应故意杀人罪 被依法判处死刑 立即执行 在执行死刑之前呢 赵树梁见了自己的舅舅 见了自己的继父 现在出这么大事 这赵树梁的继父后悔了 后悔自己帮打鸳鸯 早知道 我就同意你们俩在一起 同意你们俩结婚了 就因为我不同意 出这么大的事 但赵树梁跟他继父说了 你也别埋怨自己了 这事啊 不关任何人的事情 都是我一个人做的 就是我的错 我也不说后悔什么的了 毕竟事情已经发生了 所以 就让我一个人面对吧 任何结果我都能承受 毕竟杀了杨清华 我也没想活 我太爱他了 我心甘情愿去死 和家人见完面之后 赵树梁 被依法 执行死刑 行了 这个案子呀 咱们就说到这儿 更多内容 下期节目再会 咱们今天呢 来说一桩 沈阳 荣诗案 一看到荣诗这俩字 您是不是就感觉 毛骨悚然 今天热搜上最热门的一个事件 就是安徽富阳的水泥藏尸案 我看的最多的评论就是 哇 电影和电视剧竟然照进现实了 充分证明 这些留言的朋友们 平时啊 不听答案及时 您要是听节目 听得多您会发现 哪是电影电视剧照进现实啊 那电影电视剧表现出来的 还不及现实的百分之一千分之一呢呀 咱们来说说这沈阳荣诗案是怎么回事吧 2011年12月24号 沈阳有一个女孩 着急忙慌的 到了沈阳市局审核分局报案 什么事呢 说她的妈妈失踪了 她说她妈妈呀 叫何敏 是沈阳一家大型企业的职工 她跟妈妈最后一次联系呢 是12月20号下午 这女孩呢 已经上了大学了 当天呢 联系好了 何敏呢 会提前下班 去大学里边接孩子 接孩子回家 好好乐呵乐呵 可是到了四点多 她给母亲打电话的时候 就没人接听了 过了一会儿再打吧 都不是没人接听 而是手机关机 因为母亲呢 算是事业有成的 平时应酬也比较多 当时这姑娘也没多想 就以为和敏有事 离不开身 自己就回家了 可没想到 接下来的四天时间里 一直没见着自己妈妈和敏回去呀 也没收到任何消息呀 手机也一直关机呀 你即使有事 总得跟家人联系一下吧 于是家人开始着急起来了 立刻来到了审核分局报案 根据这女孩反映的情况 民警呢 也立刻展开调查 首先呢 来到了和敏的工作单位 和敏的同事就说 和敏离开单位的时候啊 是开着他自己那辆黑色越野车走的 但是 在他失踪当天晚上那辆车 又出现在了单位的停车场里面 民警呢 对车进行了一个勘查 车里边还有蔬菜呢 这很明显呢 和敏当时就是开着车准备接女儿 连菜都买好了 准备回去 给女儿改善伙食啊 那为什么人没了 车又回停车场了呢 和敏的失踪 背后肯定大有蹊跷 民警呢 就立刻调取监控录像 查这辆车的行驶轨迹 同时 另外派出一组警力 对和敏的社会关系 展开摸牌走访 首先就是找到和敏的家人 问丈夫 问孩子 这都没什么问题啊 和敏的丈夫呢 还是一个单位的领导干部呢 查来查去 丈夫也好 孩子也好 都没有作案动机 没有作案条件 那么还得从其他的社会关系里面 来进行排查呀 和敏呢 是在沈阳经商的 他这生意做的还不错 这么一个女商人 可以说是成功的女企业家 那他的社会关系一定非常复杂呀 跟省内省外 室内室外 那都有来往啊 虽然和敏的社会关系很复杂 但是在调查的时候 还是有一个人引起了警方的注意 因为和敏的哥哥说 和敏呢 有一个好朋友 异性好友 叫卢少国 俩人还一起做过热水器生意呢 而且呀 和敏还跟自己的哥哥借过好几十万 干嘛呢 这笔钱 就是投资在卢少国的生意里面了 俩人这算是生意伙伴 随后警方又问了和敏的朋友 和敏的朋友就说呀 哎呦 卢少国一年多以前 生意没做好 算是生意失败吧 就停止了跟和敏合作了 并且呢 卢少国也不在沈阳了 回到他老家吉林了 卢少国是吉林省吉林市人 这边呢 还得派人跟吉林警方联系 来调查卢少国的情况 与此同时啊 查找黑色越野车行踪轨迹的这一组警力 也取得进展了 视频显示 12月20号下午 和敏开车离开单位之后 停在了一个小区门口 这时候有一个男的 跟和敏一起进入了小区 当时和敏没有什么异常情况 看上去这俩人应该还比较熟 从时间上来推断 这一名男子 应该是和敏失踪之前 最后一个见到的人 随后警方找来和敏的朋友 对这个人进行辨认 朋友一看 这就是卢少国 这卢少国不是已经回吉林了吗 怎么又来沈阳了呢 民警啊 就开始查卢少国近期的活动轨迹 结果就发现呢 12月20号 可不是卢少国唯一一次来沈阳 12月17号他就来沈阳了 并且相关信息显示 他住的地方就在和敏家附近 警方啊准备继续调查 重点调查这卢少国 就在这时候出现了意外 和敏的家人实在是按捺不住情绪了 着急呀 于是瞒着民警跑到吉林市 找卢少国当面对质去了 一开始呢 卢少国不承认去过沈阳 后来和敏的家人 不是听民警说了 卢少国到沈阳在哪哪住的事了吗 于是一五一十都跟卢少国说了 卢少国立马改了口 他承认17号去过沈阳 并且还主动的跟和敏家人说 我原来做生意 欠了和敏二十万 这回去沈阳 就是和他商量还钱的事 不过商量完了 当天晚上我就回吉林了 这时候呢 和敏的家人就注意到 卢少国原本好好的 怎么这回见面 走路有点瘸呢 胳膊上还有伤痕 这是怎么回事啊 就问他 卢少国说 是自己装热水器的时候 不小心摔了一跤 摔伤的 虽然这卢少国身上疑点重重 但和敏的家人 毕竟不是专业警察 也没有什么审讯技巧 什么也没问出来 只能是灰头土脸的 又回到了沈阳 把这事跟民警一说 民警脑子都疼啊 哪有你们这么干的呀 这事得我们去做呀 你们这样贸然的 去找他对质 容易让他逃之夭夭啊 你们这是打草惊蛇呀 为了避免卢少国逃逸 警方决定立刻到吉林市 对卢少国实施抓捕 到了吉林之后啊 发现卢少国的店里边 放着一件衣服 民警一看 这衣服可不陌生 跟12月20号监控视频里 卢少国穿的那衣服是同一件 不过卢少国到案之后 人家一口咬定 我12月20号 我没去沈阳 何敏去哪我不知道 我有不在场证明 啊 都拍下他来了 他还有不在场证明 这又是怎么回事啊 上期节目咱们说了 这卢少国面对警方的时候 一口咬定自己跟何敏的失踪 没有任何关系 何敏去哪了 我哪知道啊 我呀 有着充分的不在场证明 都拍下他来了 他还说有不在场证明啊 卢少国说 自己是做太阳能热水器的 这个热水器 每年12月21号 会在江苏连云港 开一个博览会 而且他还向警方提供了两张 吉林到连云港的火车票 他还说了 12月20号晚上 我在吉林请了很多朋友吃饭聚餐 他们都能证明 我当时在吉林 这一下警察也懵了 虽然卢少国有作案动机 监控视频也拍下来 何敏失踪之前跟他在一起 但是卢少国拿出来的这不在场证明 那也是证据充分的 这就让警方产生疑惑了 难道何敏失踪跟他无关 难道说监控视频里的人不是他 只是长得像他 何敏呢 最后一次出现 是12月20号下午3点03分 监控显示 进入小区之后再也没出来过 根据这个情况 民警呢 重点对小区的出租屋和暂住房 进行了走访排查 在几千户的排查之中 有一个房屋中介反映了一个事 12月20号早上 有一女的通过中介租了一间房 当时那女的还挺着急 房都没看 直接把房租就交了 据中介回忆啊 那个中年女子 烫着卷头发 说因为自己跟丈夫吵架 所以出来住一段时间 一着急 把身份证往家里了 只给中介留了一个电话号码 说过两天 再把身份证送过来 可是当中介 在联系这个号码的时候 始终无法接通 中介也着急呢 就等着拿身份证办手续呢 警方呢 就打开了这间出租屋 经过勘察 在床板上 发现了几滴血迹 而且还提取到了一部分生物剪裁 最终经过鉴定 那几滴血呀 是和敏的 而生物剪裁 不是和敏的 竟然是卢少国的 这一下 这是铁证如山了吧 在确凿的证据面前 卢少国终于承认 和敏已经在12月20号下午 被他杀害了 为什么杀和敏呢 卢少国说呀 他08年就跟和敏认识了 那时候呢 刚从老家吉林来到沈阳 做热水器生意 当时和敏手里头也有点闲钱 一直啊 想找个生意投资一下 于是俩人就开始合作了 前前后后 和敏投资了有40万 当时卢少国的生意也刚起步 在最困难的时候 和敏可是帮了他大忙了 他也非常感激和敏 一开始俩人合作也挺愉快 可是过了不长时间 卢少国的生意 那只见投入不见产出 一天一天的眼瞅着两年过去了 还没赚钱呢 那40万的资金呢 也快花光了 10年年底 卢少国离开沈阳 回到吉林 期间两个人呢 也有过联系 但卢少国总是故意的躲着和敏 因为毕竟40万 人家打了水漂了 人家肯定想让卢少国还钱 而卢少国呢就不想着还钱 把电话号码啊 也都换了 和敏可就着急了 就在当地呢 找了一些闲散人员 帮自己催债 在这些社会闲散人员啊 甚至有一些涉黑涉恶分子的威胁之下 卢少国写了一张欠条 这欠条啊 不是40万 而是60万连本带利 被逼无奈之下 卢少国只能跟他的妻子 郭爱英一起 东拼西凑了三万 并保证年底之前 还清剩下的57万 但卢少国自己清楚 拿什么还呢 把自己卖了也不止57万呢 卢少国说呀 买卖不在人情在呀 我哪知道 昔日的生意伙伴这么逼我呀 12月17号那天 他去沈阳 就是想找何敏商量 再宽限一段时间 但何敏果断拒绝了 这一来 卢少国可就动了歪心思 你非要让我还钱 我是真没钱还给你 那算了吧 怎么才能不还钱呢 我就除掉你吧 我让你彻底消失 把这计划 就告诉了妻子郭爱英 随后警方 也抓获了郭爱英 郭爱英一到审讯室 把知道的全交代了 郭爱英说呀 我当时都想过把房子卖了 实在不行把我肾卖了都行 但是算了算 都卖了也不够还他的钱呢 我呢 还跟少国说 先跟何敏好好商量 实在不行了 再考虑杀他 那确实没商量通啊 所以对于怎么杀害何敏这个事 俩人进行了特别详细的策划 正好12月21号 是卢少国代理的那个热水器品牌 办的博览会 在连云港办呢 而去连云港的必经之路 就是沈阳和徐州 卢少国说呀 为了防止日后被警察查出来 他决定买两张车票 把自己的作案时间排除掉 造成不在沈阳的假象 为了装的更像一点 为了更加的天衣无缝 还在19号晚上请朋友聚餐 特意灌醉了这些在场的人 这也为了混淆时间 做好了铺垫 吃完饭 他和妻子郭爱英 连夜赶往沈阳 第二天呢 是郭爱英出面 租下的那房子 下午三点 卢少国以还钱为借口 把和敏骗到了出租屋里 一进去呀 也没直接杀他 哭通一下子给和敏跪下了 让和敏再宽限宽限 但是和敏就是不给他宽限了 于是啊 这卢少国呢 就叫出来 事先躲在卫生间里的郭爱英 卢少国说 当时和敏一看见郭爱英 脸色就不正常了 他知道自己凶多吉少 这是卢少国 供述的前后经过 乍一听啊 好像没什么问题啊 挺和情和理 但是仔细一推敲 不对 有一点 卢少国说 他是通过朋友介绍认识的和敏 俩人交情普通 各位您想想 您就是再有钱 您会这么放心的把四十万交给一个并不那么熟悉的朋友吗 你怎么就相信他能投资成功呢 而且据卢少国说 和敏一见到郭爱英就知道凶多吉少 那为什么见着郭爱英 就感觉自己得交代在这呢 经过进一步调查 这才发现真相了 真相到底是什么 卢少国和和敏之间到底有什么特殊关系 两个人到底为何反目成仇 这荣失又是怎么回事 上期节目咱们说到了 尽管呢 卢少国的公认乍一听 什么问题没有啊 但是他经不起推敲啊 卢少国说 他跟和敏是朋友介绍认识的 啊 就一个朋友介绍的普通的关系 连朋友都算不上和敏就那么放心投四十万 这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呀 再者说了 如果这和敏真的和卢少国是那种普通朋友关系的话 是那种普通的生意伙伴的话 为什么卢少国说 这和敏一见着郭爱英出现 就知道自己凶多吉少 于是啊 警方又开始了深入调查 这一查真相这才浮出水面 原来卢少国和和敏呢 可不是单纯的生意伙伴 他们刚认识不久就成了情人了 郭爱英那两年呢 跟丈夫两弟分居 不过郭爱英还是发现不对劲了 卢少国和和敏的婚外情持续两年之久 按卢少国说呀 俩人一度到了谈婚论嫁的程度 和敏不仅把卢少国介绍给自己的朋友 还多次带回家 看望父亲 2010年初 和敏告诉卢少国 自己啊 还有一处房子 可以当咱们俩的婚房 卢少国还说呢 行啊 那这房子得装修 装修的任务啊 我来完成 这时候卢少国就跟郭爱英提出了离婚 为了这个情人和敏 卢少国丝毫不顾忌自己的结发妻子郭爱英了 但是让卢少国没想到的是 和敏对他呀 也不是百分百的真心 就在婚房 马上就准备好的时候 和敏说了实话了 他说呀 我还没离婚呢 这房子 我也不打算和你一起住 卢少国当时整个人都懵了 什么意思啊 你不想离婚 让我离了婚了 这房子不是咱俩婚房 让我在这住 你这是包养我呀 这卢少国接受不了 这才放弃沈阳的生意 回到吉林 并且走之前告诉和敏说 之前我不欠你四十万吗 你这么对我 这四十万 我不会还你了 让卢少国更气愤的事情 很快就发生了 回吉林没多久 他知道和敏不想跟他在一起了 但是他不知道的是和敏竟然这么绝情 找了那么些个讨债的人 气势汹汹的找上门 这讨债的一上门 卢少国的妻子郭爱英 彻底爆发了 郭爱英啊 也不容易 其实在卢少国之前 郭爱英还有过一段婚姻呢 跟前夫啊 还有一女儿呢 前夫经常家暴 全打脚踢 所以呢 实在过不了了 离了婚了 离婚之后啊 郭爱英十多年 也都没结婚 直到遇见卢少国 卢少国比他小一岁 卢少国也从来没结过婚 郭爱英说呢 自己父母身体不好 父亲脑血栓 瘫痪在床 卢少国从来不嫌弃 尽心尽力的 郭爱英一下子就感动了 他这么关心我 他这么爱护我 所以两个人呢 结了婚了 走进婚姻殿堂了 也算是走进婚姻坟墓了啊 他对这段婚姻很珍惜 但是万万没想到 好不容易得到的幸福 期盼了这么多年的幸福 让和敏彻底给毁了 他恨和敏 那是恨之入骨 所以当卢少国跟郭爱英说 想让和敏彻底消失 嘿 这正顺了郭爱英的本意啊 太好了 太开心了 我同意 而且郭爱英还说了 这事你自己做不了 得我帮你 少国你说吧 你让我干啥我就干啥 咱俩这一辈子 可不能分开呀 少国呀 你在沈阳熟人太多了 所有事先的准备工作 不能你来做 必须我来完成 为了掩人耳目 郭爱英呢 特意化了妆 烫了头发 租下了那个出租屋 20号下午按照计划 卢少国把和敏骗到出租屋 俩人很快就对和敏下了手了 这并不是像之前卢少国说的 一进去哭通给他跪下来 宽限我几天吧 和敏不同意 这才杀人 杀了和敏之后 俩人买了一大行李箱 把尸体装进了箱子 卢少国接着 把和敏的车开回了和敏的单位 开回那公司了 之后夫妻俩就赶往连云港开会 制造了不在场的假象 会议结束之后 又迅速回到沈阳 把和敏尸体连夜 拉回到了吉林 到这儿 是不是案件真相大白了呢 各位 咱们这叫荣尸案 尸还没荣呢呀 后续经过相关调查 发现呢 杀害和敏只是这夫妻俩计划中的一部分 杀了和敏之后 卢少国拿走了和敏的三张银行卡 因为俩人之前是情人 所以卢少国知道和敏的密码 俩人从卡里取出来了六万块钱现金 郭爱英还用和敏的银行卡 买了四十三万的金项链 您各位想去吧 那家伙得多少啊 得多重 据卢少国交代 夫妻俩呢 是十二月二十六号 把和敏尸体运回吉林的 可是 根据卢少国的供述和吉林警方取得联系 吉林警方并没有找到和敏尸体呀 尸体到哪了呢 原来 十二月十七号 卢少国去沈阳的时候就不是一个人去的 同行的还有一个人呢 叫庙学军 庙就是荒谬的那个谬字啊 但是用到姓氏里边这字念庙 其实早在十二月中旬的时候 卢少国就想着杀害和敏 一来呢是报复和敏 二来其实最重要的就是想着要和敏的钱财 他把这个想法就告诉给了他的朋友 庙学军 庙学军呢 之前经常跟他一起安装热水器 十二月十七号 正缺钱的庙学军跟着卢少国开车 一起到了沈阳 到了和敏家楼下的时候 庙学军发现情况不对呀 之前他跟我说 他跟和敏只是见过一面 可一到了和敏家楼下 卢少国直接给和敏丈夫打起来电话了 见过一面你会知道人丈夫是谁吗 就知道人丈夫是谁 你会知道人电话吗 听那语气还挺熟 庙学军觉得太危险了 我可不跟你干杀人的勾当 人就回到了吉林 但临走之前 庙学军觉得 卢少国之前说的杀人计划考虑不周 我呀尽管不能陪他做案 但我还是给我这朋友出出主意吧 他就问卢少国 少国 你杀完人之后 尸体怎么处理呀 卢少国就说了 要么烧了 要么埋了 不行 你都会被发现 我呀 给你提个建议 把尸体容掉 就这样 这卢少国和郭爱英 把这和敏的尸体 弄回吉林之后 买了大量的浓硫酸 把和敏的尸体 就彻底的给容了 这就是为什么吉林警方 想找和敏尸体 找不着了 他没法找得着啊 容得连这儿都不剩了呀 2012年6月份 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对此案做出一审判决 被告人卢少国 反故意杀人罪 被判处死刑 被告人郭爱英 反故意杀人罪 被判处无期徒刑 被告人妙学军 因犯包庇罪 帮助毁灭证据罪 也受到了相应的刑事处罚 咱们今天呢 来说一个2000年 在江苏 安徽 浙江等地发生的 系列投毒案 不容易啊 咱们说一个 2000年以后的案件 很多朋友应该都有印象 当时超市里的 娃哈哈盖奶等等 一些饮料被人下毒了 2000年8月17号17时左右 在合肥市 年轻的妈妈张丽 在市区的古楼商商 一楼超市里啊 买了一瓶 娃哈哈 A地盖奶 插上吸管 把这盖奶递给了 19个月大的爱女 小美 小朋友们都爱喝这种东西 小美接过来 马上就开始吸 张丽看着她那个样子 心里就开心 抱紧女儿 出了超市 可没想到 走出去 没有几分钟 张丽就觉着 怀里的小美啊 就开始抽 一阵一阵的 越抽越厉害 紧接着 就有一股白沫 从小美的嘴角啊 溜了下来 张丽当时吓傻了 一边叫着女儿 一边就晃她 但是 小美很快就开始翻白眼了 旁边的群众赶紧打120 但是 小美抢救无效 在当晚的11点30分 死亡 经过医院检验 小美死于食物中毒 但死于什么毒 还需要进一步的检验 公安机关来到现场之后 把小美曾经吃过的小食品 和AD钙奶 都带到了检验中心 让人没想到的是 第二天 也就是8月18号的9点左右 合肥市的年轻母亲李玲 在同一个超市 购买了同样一瓶饮料 回家之后 给三岁的女儿婷婷喝 婷婷很快也出现了 浑身抽搐等等反应 经过医院初步诊断 为食物中毒之后 抢救无效 在19号的凌晨死亡 合肥公安局的法医们 立刻出动 经过尸检 婷婷未业当中 含有毒鼠墙成分 同时查明 古楼商杀一楼超市货架上 同一个批次 没有出售的两瓶零散的 哇哈哈AD钙奶的瓶颈上 这个瓶子啊 上面的细脖子上 有素辣风针孔 哎 饮料当中 同样含有毒鼠墙成分 这个结果 让合肥公安局大吃一惊 案发当晚 市局召开 由各分局分管局长参加的紧急会议 要求全市的刑侦部门 派出所 以及辖区的超市大型商场 连夜清查所有 哇哈哈系列产品 尤其是AD钙奶 对各大超市进行布控 督促加强防范 有条件的 必须启动监控录像 省公安厅向全省公安机关 发出紧急通报 在全省范围内 检查暂停销售 哇哈哈钙奶 及时消除可能存在的隐患 严防有毒的饮料 流向社会 或者犯罪分子继续投毒 危害人民群众的生命 同时 合肥公安局立刻跟 哇哈哈集团 以及哇哈哈公司 所属的杭州上城公安分局联系 直到这时候 他们才得到一个 让人惊讶的消息 在2000年6月14号和17号 哇哈哈集团收到了两封 分别从合肥和潮湖市投计的敲诈信 这信里边 以投毒哇哈哈饮料作为威胁 向哇哈哈集团 索要100万元的巨款 在信件当中 犯罪分子的气焰非常嚣张 不但语气很凶狠 而且呢 声称哇哈哈如果不照办 立刻就让公司付出代价 在信的最后 犯罪分子要求啊 把钱分批存入方明君的账户 公安机关马上进行调查 发现方明君是男性 家住安徽省河县城南响 用他的身份证办理的招商银行 一卡通上编号为00976910 网哈哈集团接到敲诈信之后 立刻就报案了 杭州市上城公安分局接到报案之后 立刻也开展了侦查 结果发现方明君呢 确有其人 但他的身份证早就丢了 经过调查认为 犯罪嫌疑人是利用了他的身份证 在招商银行开户勇于作案 由于网哈哈集团 没搭理敲诈的人 并且报了警 这让犯罪分子非常的愤怒 2008年8月8号 一名男子多次向网哈哈集团 打电话催要钱款 而且警告他们说 如果不给钱 我们立刻就要投赌 同时专案组还了解到 2000年6月16号和7月2号 广东省的乐柏市饮料集团呢 也收到了两封 分别从合肥和潮湖投递的敲诈信 内容字迹跟哇哈哈集团 收到的敲诈信完全相同 这个情况引起了公安部的高度重视 连续两家饮料业的巨头被敲诈勒索 这在新中国的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更可怕的是犯罪分子啊 真的投了毒 而且已经毒死了两名无辜的儿童 丧心病狂啊 生可忍 孰不可忍 孰不可忍 公安部立刻责令 安徽浙江的两省公安全力调查这个案件 就在安徽浙江公安部门紧急调查的时候 2000年9月9号 江苏省南京市连续发生了四起 在哇哈哈盖奶当中投毒的案件 犯罪嫌疑人在南京市鼓楼区玄武区 四家杂货店里 以打公用电话作为掩护 故意把已经加入了毒鼠墙的哇哈哈饮料 遗落在售货柜台上 导致四人饮用之后中毒 消息传到了中央之后 朱镕基 吴邦国 罗干等中央领导 都对这个案件做出了重要的批示 要求公安机关尽快破案 消除社会隐患 安徽公安厅厅长崔亚东 任专案组指挥部总指挥 陈小平副厅长和合肥市公安局 杜明克副局长任副总指挥 8月24号 公安部五局傅政华副局长 专门在合肥市主持召开了 由江苏浙江上海等省市参加的案件协调会 上海没有出现投毒的事件 但是犯罪分子用的那张卡是在上海办理的 所以他们也进来了 这个案件被列为2000年公安部第五号挂牌督办案件 专案组迅速调集精兵强将 在省公安厅的指挥下 按照统一指挥协同作战 严密控制 深入排查 抓住战机 尽快破案的总体原则 全力以赴地开展侦破工作 专案组把818投毒案和南京的919系列投毒案并案侦查 干警调取了犯罪嫌疑人的电话录音 并且到上海调取了嫌疑人在招商银行开户时的监控录像 还认真地研究了敲诈信上的笔记行文 就此对犯罪嫌疑人进行刻画 应该是男性年龄在25到45岁左右 身高1米7左右 体态比较瘦 潮湖地区的口音 相当于高中以上文化水平 书写流利 可能急于用钱 专案组划定了潮湖、武湖、合肥和南京等地 作为侦查的重点地区 在这个基础上 围绕着物证调查摸底、排查、守候控制等三个方面 制定了详细的侦查策略 第一 根据犯罪嫌疑人 在安徽合肥下属的潮湖市投地敲诈信 使用方明君在马鞍山河县的身份证 在安徽吴湖市下属的吴维县打了六个IC卡电话等等线索 向上述地区派出工作组 与当地的公安机关密切配合 以居委会、行政村委单位 组织广大市民群众对录像、录音、笔记等等物证进行辨认 全面展开摸牌 收集线索710条 层层进行排查 第二 根据犯罪嫌疑人在合肥活动的时间、地点以及规律 在合肥市、南七、长青、稻香村和五湖路等六个派出所的辖区全面摸牌 同时 于9月13号 对全市所有的旅社招待所进行全面清查搜访 收集犯罪嫌疑人在合肥的活动时间和住宿登记材料 组织技术人员对原始登记材料和敲诈信进行笔记对比 并设计程序输入计算机进行交叉碰撞检索 第三 按照幼鱼上钩张网以待的工作策略 利用犯罪嫌疑人求财心切的心理 向犯罪嫌疑人所持的银行卡内打入了五万块钱现金 通过公安局五局的协调 在招行、江苏省厅以及南京市局的配合下 赴南京招行请银行协助设置报警和限制取款的程序 经过努力 已经能够做到犯罪嫌疑人在全国任何一家招行查询取款的时候 银行的报警系统都能够立刻发现 专案组在南京招行设立了监控中心 组织民警24小时值班 另外 专案组还调查了合飞市所有的IC卡电话分布情况 对于各个IC电话进行定位 制定紧急的处置预案 同时组织机动力量 力争在犯罪嫌疑人打敲诈电话或者查询款项的时候能够抓到现行 第四 在重要地区组织群众对录音录像和字迹等物证进行甄别 寻找案件的线索 专案组印发了3万份悬赏通告 在合飞市潮湖市等地广泛的张帖发动群众举报线索 同时呢 剪辑制作60秒影像资料 自2000年11月25号开始 在潮湖市无为县和县3D电视台黄金时段连续播出 悬赏通告 在合飞晚报 新安晚报 安徽商报等报纸上连续刊登 并且附上了犯罪嫌疑人的影像 充分发动群众提供线索 通过上述工作 一共收到举报线索120多条 在这个基础上 专案组围绕敲诈信使用的编号为1369888 和庄定县在右侧的信纸展开了调查 这种信纸在潮湖合肥等地都有发现 但是没有发现跟敲诈信同版 同批次印刷的信纸 这条线索中断了 专案组又围绕敲诈信的笔记 将信件拍成照片 组织群众进行辨认 查找符合特征的字迹样本 同时组织群众反复地辨认电话录音 大家确定潮湖地区的口音更倾向于无违线和和线 专案组通过观察发现 嫌疑人在南京投毒的时候 留下的资料袋上边有日文 因此他们部署在全省 查找相同特征的塑料袋 并且走访日资企业 上网查询塑料袋的产地 用途等等情况 从出入境部门 调取了合肥室和潮湖室 近三年以来 800多因私去日本的人员资料 对可疑人员进行调查 专案组还对犯罪嫌疑人使用的IC卡进行了监控 嫌疑人多次拨打电话 虽然使用了不同的地址 但IC卡的卡号相同 而且范围也相对固定 专案组不只在全省范围内进行定期搜索 同时根据犯罪嫌疑人是潮湖级 和使用其他通讯工具的可能性比较大的情况 调取一定时间段之内 南京合肥打网潮湖的长途电话信息 和漫游登陆的潮湖及手机传呼信息 并且进行交叉碰撞对比 同时严格实施邮件检测 及时检验犯罪嫌疑人投机的恐吓信 让专案组没有想到的是 南京系列投毒案发生之后 犯罪嫌疑人就好像人间蒸发了一样 时间一花过去了将近八十天 但不论电话还是招商银行的账户 全都没有任何反应 就在专案组交集等待的时候 犯罪嫌疑人终于进入了侦察员的视线 11月4号 南京招商银行控制中心两次报警 专案组立即进行反查 发现犯罪嫌疑人是从潮湖市区 利用IC卡电话查询招商银行账号上的钱款 专案组分析认为 犯罪嫌疑人查询之后 那很有可能就要去取款 立刻向公安部5G发出请求 5G立即启动全国招商银行ATM机的遁守工作 争取在犯罪嫌疑人取款的现场 把他抓获 同时把信息反馈给上海和江苏的公安机关 11月5号 犯罪嫌疑人在上海招航的ATM机上取走3000元 根据这个情况 专案组迅速挥尸到上海研究控制抓捕措施 11月5号下午8点 犯罪嫌疑人在另一台ATM机上再次取走现金2000元 由于自动报警程序存在时差 犯罪嫌疑人侥幸地逃脱 但是专案组获取了取款时的清晰录像资料 针对案情的发展 11月7号 省厅市局专案组领导召开会议 研究制定新的工作方案 以免围绕嫌疑人取款及吃住行 进行严密的控制和吉补 抓获现行 另一方面 根据获取的清晰录像迅速开展新一轮的摸牌 李征快速锁定犯罪嫌疑人 11月8号 专案组把从上海获取的清晰录像制作成了5000份照片 发放到无为河县、潮湖、河匪等地开展新一轮的摸牌 当天 招商银行控制中心再次报警 发现犯罪嫌疑人在江苏进行查询 11月9号上午11点50分 当犯罪嫌疑人再次在上海取款的时候 被严密守候的公安民警现场抓获 犯罪嫌疑人纪德宝 男28岁 安徽省吴维县人 农民 他对实施投毒敲诈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到这儿 案件告破 而与此同时啊 邮政部门发现了纪德宝 从江苏寄给合肥市公安局局长的挑战信 信里边他还叫嚣着要继续作案 他没想到 在寄出信的第二天就被抓获了 经过调查得知 纪德宝本身就是一个普通的农民 高中毕业之后一直靠打工为生 由于家境贫寒呢 他就萌生了敲诈大企业的想法 有了想法 他就去做 开始了罪恶的计划 最终导致了两名幼儿死亡的惨案 纪德宝自然是被名正典型了 但是投毒案却仍然时有发生 离我们非常近的 2015年5月28号 广东东莞还发生了一起投毒杀人案 犯罪分子关某为了发泄对社会的不满 向超市的四种饮料投毒造成一死四伤的惨案 被抓获之后也是被判处了死刑 从全国范围来看 投毒杀人案一直是侦破难度较大的一类案件 作案的手段隐蔽 发案有滞后性 不容易提取物证 所以啊 咱们大家伙一定要加一个小信 但是不要过度的紧张啊 买东西的时候 别买那种散装的 厂家出厂是什么样的包装 没有破损 你买这种 小生以为啊 这种案件都应该归到恐怖分子那里边去 都得从重 从严的判 不管死没死人 一定要比普通刑事案件判得要重 第一个被毒死的小姑娘 才19个月呀 会叫爸爸妈妈才多长时间呢 刚来到世上 回去了 招谁惹谁了 咱们再来做一个延伸阅读啊 从世界的范围来看呢 这类投毒案也不少 早在三十多年前 美国就发生过一系列的投毒杀人案 到今天也没破 被投毒的是药品 非常有名的泰诺止痛药 一般是用于感冒退热阵痛 由于当时的胶囊啊 没有什么密封措施 估计呢 就是这样的漏洞 让凶手有机可乘 现在大家就知道 为什么我们见到的胶囊类的药物 密封的特别好了 在一个塑料板上 有一层铝箔给它封住 然后这个板 还要封在一个塑料袋里头 就是这个原因 往回岛 在1982年9月29号的凌晨 美国的伊利诺伊州 年仅12岁的玛丽克莱曼 觉得自己不太舒服 像是要得重感冒的感觉 他就把妈妈给叫醒了 他妈妈呢给他吃了一颗泰诺 到了早晨七点 当他的父母准备叫女儿起来上学的时候 却发现他倒在了卫生间里 奄奄一息 他们赶紧叫来了救护车 可是玛丽送到医院之后 被证实已经死亡了 当初医生的初步诊断呢 是中风死亡 但是送他去医院的救护员 这心里边非常疑惑 一个年仅12岁的小女孩 中风的几率实在是太低了 当天附近的阿林顿镇 27岁的游地员亚当詹诺斯 也向急救中心打来了电话 说自己感觉不舒服 急救人员赶到的时候 发现他倒在地板上呼吸困难 瞳孔固定扩张 这救护员呢 活速地把他送到了急诊室 到那儿也是被证实已经死亡 那天晚上啊 亚当25岁的大哥斯坦利 和19岁的新婚妻子特丽莎 因为非常难过 又加上忙了一天 弟弟走了忙活一天很痛苦 感觉有点头疼 斯坦利在亚当的橱柜上 发现了一瓶塑效泰诺胶囊 拿起来自个儿就吃了一粒 然后又给妻子吃了一粒 没过多久 这对可怜的新婚夫妇 也倒在地上昏迷不醒 送院之后 同样是抢救无效死亡 一家有三口人 在同一天里命丧狂泉 这一系列离奇的死亡案件 引起了死者家属的怀疑 同时 镇与镇之间的消防队和救护人员 他们之间都有联系 在交流工作信息的时候 也感觉到 这个事可不是那么简单 救护员相互了解到 这两个镇死亡的四个人死前都吃过泰诺感冒药 他们感到震惊 而这个可怕的消息也流传开来 终于引起了警方的注意 他们随即到亚当的家里 取走了三名死者吃过的那一瓶泰诺感冒胶囊 回警局里边去调查 经过毒物专家迈克尔夏福尔的检查 发现这一瓶感冒药里 含有大约65毫克的禽化物 而受害者的血样检验结果 也证实了这么一个消息 四个人全是死于禽化物中毒 这起事件引起了两个小镇的震动和恐慌 而强生泰诺公司也很快地做出了反应 大规模回收泰诺胶囊 然而那是1982年呢 小旋风刚刚出生 资讯不发达 美国也不发达 强生公司可以很快地把所有泰诺胶囊下架 但是大家都知道这款感冒药非常的畅销 到了现在它都是一款家庭常备药 大部分美国家庭都有 我们却不能够保证每个人都能在报纸 图书馆和警方的公告以及电视里了解到这个消息 于是又有三名无辜的市民相继遇害 分别是27岁的玛丽瑞娜 以及美国航空公司的空中小姐35岁的波拉普林斯 他们当天死在芝加哥郊区的家中 身边是泰诺的药瓶 最后呢 是玛丽麦克菲兰 也是吃了泰诺感冒药 遇害的 回收后的感冒药经过检验 发现在芝加哥地区六个商店里八瓶感冒药中含有情化物 每一瓶感冒药大约有几粒里边有剧毒情化物 可以断定 凶手是在药房买了感冒药之后 回家呢 把胶囊拆开 混入剧毒 重新包装好 再偷偷地放回货架上 剧毒感冒药连杀七个人 引起了全美人民的恐慌啊 大批美国人不停地打电话去警察局 或者跑到医院 声称自己吃了泰诺感冒药之后不舒服 风声鹤唳了 后来呢 警局和医院不得不澄清 说如果真的是情化物中毒 他们不可能有机会去医院 或者打电话报警之后生还 这件事儿引起了全美大规模的恐慌 也导致政府迫于压力 不仅禁止销售泰诺感冒胶囊 而且全面禁止所有泰诺产品上架 这也导致了泰诺公司名誉扫地 虽然毫无线索 但是FBI还是发布了罪犯的策写 就是刻画 凶手呢 是男性 对社会有不满 平日 人 内向 孤僻 对泰诺公司 或者社会 或者政府 有不满 所以实施报复 由于可以接触到管制的毒药情化物 凶手应该从事制药或者冶金行业 而他呢 应该拥有一台私家车 可以自由方便地行驶在街道上 寻找可以投毒的药房 最后 凶手是芝加哥本地人 也有可能是一名有精神或者心理问题的人 警察已经竭尽全力去调查 但是无济于事 当年82年 没有监控录像 凶手根本没有留下任何可以追查的线索 泰诺公司和警方全力配合 甚至调查了他们的每一名员工 是否有矛盾 是不是有嫌疑 但是最后都被排除掉了 在此期间 警方调查过两个嫌疑人 嫌犯之一 48岁的码头工人 化学爱好者 他所工作的仓库呢 经常为一家商店呢 提供泰诺胶囊 警方在调查当中发现 他曾经参加过 如何使用情化物之类的培训 搜查当中 还发现他家里 有各种各样的武器 还有一本可疑的书籍 什么名啊 如何往胶囊里 注毒杀人 尽管警方没有确切的证据 可以控告这位码头工 是泰诺投毒案的元凶 但他们还是以非法持有违禁武器等罪名 把他逮捕 并投入到了监狱里 但之后 调查一直没有进展 警方找不到有利的证据 可以将这个人和泰诺案联系在一起 随后 他以6000美元的代价 获得了保释 投毒案发生之后不久 强盛公司就收到了一封勒索信 要求强盛公司付给他100万美元 这100万美元作为他终止投毒行为的代价 勒索者还要求强盛公司在芝加哥论坛报上发表声明 回应他的要求 公司把信件交给了警方 警方很快就查明了笔记和写信的人 一名叫詹姆斯·勒维斯的税务会计师 警方呢迅速在全国通缉詹姆斯·勒维斯 和他的妻子利安·勒维斯 美国的大街小巷 那时候到处都挂着这对男女的照片 1982年10月份的最后一周 一名叫罗伯特·理查森的人 给芝加哥论坛报寄了一封信 他身边说 自己和妻子并没有制造泰诺投毒事件 警方调查之后发现 这就是詹姆斯·勒维斯的化名之一 一个月之后 纽约公立图书馆的一名管理员打了电话 说有一个很像勒维斯的人呢 最近总到纽约公立图书馆去看书 1982年12月13号 警方根据这条线索 在图书馆的阅览室抓到了勒维斯 第二周 他的妻子也到芝加哥警局自首了 但是在询问当中 勒维斯夫妇 矢口否认他们和泰诺投毒案有任何的关系 詹姆斯·勒维斯甚至不承认他向强生公司写过勒索信 不过信中的笔记和指纹都是他的呀 但是除了这两封勒索信 勒维斯夫妇真的没干什么 有证据表明啊 投毒案发生的期间 勒维斯夫妇住在纽约 警方找不到任何交通记录可以证明他们离开过 还有人证明 在案发的时候 这对夫妇一直在纽约 詹姆斯妻子的同事也证明 当时呢 他的妻子一直在纽约上班 而且呢 詹姆斯像平常一样 每天都来接妻子下班 所以 很显然 这对惯犯呢 就是想白撞 趁机捞一笔 尽管无法以泰诺投毒案 直接指控勒维斯夫妇 但是他们仍然有勒索罪 和其他六项造假账 伪造信用卡等罪名 最后 勒维斯被判二十年监禁 不过他只服了十三年的刑 在一九九五年被释放出来 这个人呢 出来之后 还趁这个机会 写了本书来赚钱 这真是 要钱不要脸 勒维斯之后 警方再也没有发现新的嫌疑人 随着时间的流逝 找到真凶的机会 那是越来越渺茫了 在一番又一番的 大海捞针时的调查之后 警方也厌倦了 他们减少了调查的力量 1982年11月11号 强生公司召开新闻发布会 宣布他们将重新向市场投放泰诺塑胶胶囊 但是呢 将换用新的更安全的包装 内设三层密封装置 强生啊 花了很大的力气去宣传新药 顾客购买任何一种泰诺产品 都可以得到2.5美元的优惠 这种策略很成功 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内啊 泰诺就重新建立了自己的信誉 收回了98%的市场份额 大家也开始淡忘了这件 惊心动魄的 偷毒杀人案 泰诺公司的公关处理非常出色 成功的挽救了生育 可是这个案子还是成了悬案 后来啊 还引来了不少的模仿者 让人非常的郁闷 而网上找不到纪德宝 偷毒的踪迹 也是因为 阿哈哈和乐柏市公司怕影响到公司声誉而有意为之 毕竟呢 两家都有受害者 又担负着食品安全的重任 实在是如履薄冰 由此也可见 投毒杀人案的侦破 确实是非常困难 纪德宝如果不肯去取钱 这个案件的破获 还需要更多的时间 而像美国这样 压根就没有任何所求的 随机投毒杀人案 侦破起来 那更是难上加难 最后呢 也祝愿所有的搜索引擎 裁员广进